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井仔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出去 让其他朋友知道这里有个年轻蓝丝需要大家的支持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个关于日本的女配音员侮辱中国的事 这个女配音员主要是帮日本的卡通做配音 然后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卡通是遍布全世界的 所以即使是配音员也好 他们的个人形象其实也很重要 特别是只要一个人做错误说错误 其实一个配音员也会累全家 特别是今次这么严重侮辱中国的事 大家都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很奇妙的 日本有很多东西是不会出口的 例如是说药物、电器 只要是日本他们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 基本上他们是不会出口的 只会留在他们国家里卖 所以如果以前我们想买一些日本的东西 就很麻烦 基本上就是要靠日本有朋友 或者就是自己去日本本地买东西 再拿回来香港或者寄回来香港 但是卡通片这件事 日本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出口 反而他是更加积极努力地把卡通片散播到全世界 目的就是为了要文化感染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年轻的一辈 很多时候会被日本卡通教坏了 开口埋口又说要杀人啊要自由啊要民主啊要革命啊要非常啊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这么畸形呢 都少不免是关日本卡通 日本的文化入侵事的 即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好像我十多岁我几岁的时候 不停去看那些日本卡通 看了十年看了二十年 个人潜然物化被人催眠了都不顶 最大的问题是自己被人催眠了都不觉这下才恐怖 第二就是日本的卡通片是赚超级多钱的 至于日本的卡通片可以赚多少钱 我在后面再说 原本大家都知道 其实日本的经济已经差了三十多年 虽然现在日本的经济不算好 但其实日本有某部分的经济 是靠这些卡通片去维持住的 如果不是的话 没有这些卡通片 日本的水平 可能跟非洲、印度差不多 讲了这么多 就是时候讲一下这个女配音员 为什么中国宁愿花一亿都要去封杀 事源这个女配音员 她在年三十晚期间 承认了自己在年三十晚的时候 去参拜了靖国神社 而她解释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是因为在附近工作 有空的时候 就会去那里放松一下 去参拜一下 而且还说靖国神社里面的环境 令到她觉得很舒服 空气很清新 还很鼓励其他人进去行礼 现在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其实靖国神社里面 供奉的全部都是甲级战犯 全部都是犯战争最灭绝人性的人 参拜他们的本身就已经对我们中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更何况这个是一个顶级的女配音员 她自己都应该知道她做的一举一动 其实是影响着全世界如何去看日本 全世界如何去看她本人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日本卡通片最大的消费市场就是我们中国 日本卡通片都是要靠我们的中国才能支持 我们是他们老板 结果现在她就说去参拜靖国神社 没事吧 是不是烧坏了脑子 看太多卡通片 我们中国人在立场问题 是绝不妥协 又要想赚我们中国钱 又要不尊重中国 这些人是一定会被我们中国封杀 还有要记住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人 就算多喜欢他们配音的动画都好 首先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我们才是动漫的爱好者 永远都是中国排在我们的第一位 还有我讲解一下 为什么我说中国要赔成亿都要去封杀它 究竟那一亿是怎样得回来的呢 首先这个女人是帮很多日本的卡通配音 然后现在为了封杀它 她一个人类全家 所有跟她有份的卡通片都要落架 我大概就讲个数据给大家知道 因为现在中国是很先进 很尊重日本的知识产权 所以中国是自己会拿一大块钱 去跟日本每一集每一集去买卡通的播放权 然后就再免费或者每集收少少钱 去给自己的国民去看 现在每一集的卡通片大约是100万人民币一集 有些热门的可能不止了 一些短的卡通片是12集或者24集 有些长的可能是50集 甚至乎100集的都有 平均一集是100万这样计算的话 其实很容易计算到 还有这条女人是帮过起码成十几套的动画做配音 全部下架 讲版权费都肯定超过一亿 因为她肯定帮多过超过100集的动画做配音 除了所谓的播放版权费之外 还有其他东西 例如一些赞助 一些周边 一些公仔 一些模型 一些衣服 一些衣服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背后 有多少钱的利益 不过就算无论多少钱 只要你侮辱我们中华 我们中国以后都不会欢迎这些配音员 这一亿就当是我们中国豪比 这个垃圾女配音员 哪怕你是一个多出色的人 你帮多少优秀的卡通片去配音 我们中国都会用一亿去和大家说中国是否被你侮辱的 所以中国这次绝对值得抵赞 我觉得这一亿去把所有动画下架这件事是真的做得好的 因为国家面前动画这些东西看不看是真的好闲 所以这次中国这么当机立断 真的做得很好 要给个叻中国 那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照旧留言订阅赞好分享出去 是这样 拜拜